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云一时心软 动了恻隐之心 借给了歌嫂居住 给小侄子陪读 结果 歌嫂却赖住了五年 小侄子都考上了大学 歌嫂却依旧不肯归还房子 还直言房子是他们的 而宋云想卖房止损 婆婆却怒对她 你把房子卖掉 你歌嫂一家住哪 宋云是倒贴一套房子嫁给老公的 那时的老公 一穷二白 除了一副还算不错的皮囊和一张甜言蜜语的巧嘴 可偏偏年轻无知单纯的宋云 就看上了老公这样的男人 不顾父母反对 执意要嫁给对方 还直言非她不嫁 父母拿她没办法 又害怕她为了婚事一时冲动做出傻事 只能赶紧妥协答应婚事 还给他们张罗婚房和婚礼 婆嫂拿不出首付款 宋云父母只好给女儿买了一套八十万的陪嫁房 这才让宋云风光大驾 宋云结婚后很快就怀孕生子了 老公一个人顾不上 又不肯让宋云父母接手 就提出要把她爸妈接来照顾月子和孩子 宋云想着 公婆愿意接手 还省了麻烦父母 就没有拒绝 只是公婆住进来后 事情却特别多 老是吹毛球刺 鸡蛋里挑骨头 婆婆为人强势又霸道 说一不二 不允许任何人反驳 宋云好多回都被婆婆的强势给气哭了 等孩子稍微好了一些 求得爸妈的帮助 宋云又买了一套更大的学区房 而她的陪嫁房就这样闲置了下来 还没等宋云处置闲置的陪嫁房 婆婆就找到她 提出你们侄子考上了附近的重点初衷 你哥嫂准备来城里陪毒 可外面租房贵 买房更贵 她希望宋云能把闲置的陪嫁房 借给哥嫂一家人住 宋云本来不答应 生怕自己给哥嫂借了房子 以后要回来难 可婆婆各种说好话和保证 还把哥嫂一家人拉到跟前 跟宋云拍着胸脯保证 见婆家人如此信誓旦旦 宋云就信以为真 把房子借给了哥嫂一家人住 只是哥嫂却没有半点觉悟和自知之明 他们一家人住在里面 不但没有主动交水电费和物业费 甚至还每个月准时 把账单转发给宋云 让宋云赶紧缴费 别耽误了他们用水用电 宋云无语了好几回 自己借了房子 如今还得花钱给哥嫂缴水电费 宋云偶然在老公和婆婆面前提出 说哥嫂不出房租费 但起码得负责水电费和物业费吧 结果老公说 让她别那么小气 每个月就几百块钱的费用 没必要跟她哥嫂斤斤计较 婆婆也说 都是一家人 谁花钱还不是一样 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 于是 宋云就这样被迫着妥协了 不妥协也没办法 哥嫂完全就是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要钱没有 要人也没有 如此这般后 哥嫂一住就是五年 期间 我用了许多手段和心思 却全都被婆婆和老公各阻拦了下来 宋云怒不可歇 哥嫂赖着不走 房子我收不回来 还得倒贴前养活哥嫂一家人 别提有多憋屈了 于是 一气之下 宋云把房子挂在了中介处 直言要卖房收回成本 毕竟 以后他们也不会再住这套房子 与其闲置浪费 还不如收回卖掉止损 宋云的决定一出口 最后跳出来的是婆婆 她反问宋云 你把房子卖掉 你哥嫂一家住哪 总不能让他们一家三口 去你们新房子那打地铺吧 婆婆坚决不肯还房子 而老公的态度 也从一开始的坚定 到现在的摇摆不定和心软 见宋云执意不改 婆婆就破口大骂 说要不是有哥嫂 老公就没办法读大学 可据我所知 老公哥哥是因为成绩差 才辍学闯荡社会了 而不是婆婆如今说的 为了成就老公 才牺牲自我 宋云不再犹豫 继续催促中介 赶紧带客人上门看房 可中介上门一次 婆婆和哥嫂就轰人一次 以至于到最后 宋云这套房子卖不掉 而他们就站在了 道德制高点提判 宋云试过好多办法 收回这套房子 却全都无功而返了 老公也劝他算了 大不了这套房子 就送给哥嫂了 可宋云不甘心啊 明明是他父母 陪嫁的八十万房子 怎么说送给哥嫂 就送给哥嫂 他的钱又不是大方刮来的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跟老公岳建华 都是县城的环卫工 别看一个月 工资只有三千 但小县城机会少 这工作其实很紧俏 因为子宫下垂厉害 在医生的反复规劝下 我做了切除手术 医生让我至少静养半个月 春末落叶多 岳建华帮我代班了三天 就骂骂咧咧 割掉一块烂肉 要休息这么久吗 我看你脸色挺好的 一点事也没有啊 我每天要拖几车树叶 腰都要累断了 明天我不给你扫了 你自己的活自己干 我以为他就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十点多 领班给我打电话 周姐 你这段路怎么垃圾这么多 也没看到你上工 小地方不规范 我怕他们趁机辞退我 所以做手术的事 公司是不知道的 也一再叮嘱岳建华 不要到处说 这回他手机打不通 我只能骑着自行车 匆匆出门 伤口持续性疼痛 春末的暖风吹在满是虚汗的脸上 我声声打着寒战 我上工的江东路路段与岳建华的相连 远远的就看到他坐在石球上 跟几个女同事吃着四块一根的巧乐资 等靠近些 听到刘梅说 岳哥你今天这么大方 岳建华脸上每一根褶子都在眉飞色舞 小钱 你要是想吃 我天天给你买 我是退伍兵 国家有补贴 我还有养老保险 再加上工资 每个月有万把块 他面不改色地吹牛 我女儿在上海有房有车 收入高得很 只要我开口 多少钱他都给我 一股无名火冲了上来 他有工资有保险 他有钱请别人吃四块钱一根的冰淇淋 可我昨天让他下班回来时 给我带两个咸鸭蛋开开胃 他却说没钱 刘梅嚼着冰淇淋问 最近没看到周姐 他前几天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岳建华一脸晦气 花了好几千块 也不知道医保能报多少 割一块烂肉 在家都躺了好几天了 我看他就是找借口不上班 好来折磨我 刘梅一脸惊诧 子宫都割了 没了子宫 他还是个女人吗 岳建华的声音震耳欲聋 当然不算 我现在看着他就晦气 在我眼里 他跟男人没两样 以后我是再也不会碰他了 我推着自行车的手一直在抖 木火快把脸都烧着了 扬声道 姓月的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岳建华回头见我 脸色有些不自然 这时 刘梅哥哥笑道 岳哥 叫你乱说话 周姐这下要治你了吧 岳建华 帐红了脸 我又没说错 没了子宫就生不了孩子 那你就是个男人 我是不会跟一个男人睡觉的 大女儿岳兰已经二十八 小女儿岳子也二十五 她怎么有脸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出这些不像样的话 我气得头晕目眩 紧紧握着自行车把手 才不至于摔倒 木道 几十岁的人 要点脸吧 刘梅瞥我一眼 笑着说 这有什么难为情的 不睡觉哪来的孩子 最后是有人打着圆场 说散了散了 大家才纷纷离开 岳建华气狠狠地盯着我 非要在这么多人面前 抹我面子你才高兴 我要你别信医生忽悠 医院都是骗钱的 屁大点事 也要你住院开刀 你非要割 割了就别怪我说你 你都是自找的 说完 她扛起扫把 我要去扫街了 你自己的路自己扫 大病未愈 我稍微动动 后背就全是冷汗 我扫把的手一直在发抖 双腿颤颤 两眼昏花 好不容易扫完 准备把垃圾拖到指定地点 却下雨了 雨水像针尖似的 往我脸上头发里直钻 冷得人手脚冰凉 天气预报说 今天会有阵雨 所以我出门时 把雨衣放在车筐里 等我跑过去一看 车筐里空空如也 我绕着车找了一圈 这时附近保安亭的保安 探头出来喊 周姐 你老公刚才把雨衣穿走了 他一向这么自私的 早年 我们在乡下种田 到了收稻子时 稻骨一袋一百多斤 他就嚷嚷着腿痛脚痛腰痛 都是我 任由肩上的水泡被磨破皮 忍着剧痛 一旦一旦挑回家 小兰初中时 就劝过我离婚 那段时间 岳建华跟村里一个寡妇 勾搭不清 趁着两个孩子去上学 我也狠狠闹过一次 我还记得 那天下着大雪 岳建华一脚 把我踹出了屋 他妈插着腰 站在屋檐下咒骂不止 你个外地婆娘 穷山沟沟里出来的 离婚了 你以为还嫁得出去吗 你以为你娘家 还要你回去 我是远嫁 因为穷 十几年来 没回过几次娘家 这是我为这个家的付出 如今却成了 他们攻击我的把柄 我当时怒吼 天大地大 总有我的容身之处 我有手有脚 难道还饿死 他妈咬牙切齿 离就离 反正你也生不出儿子 但小兰和小子 你别想带走 小兰再有一年 就初中毕业 毕业了 就能打工赚钱 小子也就是 三四年的功夫 我一个外地媳妇 什么都没有 两个孩子的户口 落在岳家 我如果带着他们逃走 他们就变成了黑户 小子成绩那么好 他总说自己要念大学 要走出山村 要去大城市看看 我又怎么能断送他的前程 我真想逃啊 可两个孩子怎么办呢 我的心在油锅里一遍遍煎熬 到晚上 小兰和小子回来了 小子哭着抱我 妈妈你别走 你不要抛下我 小兰则一把拉开她 红着眼把我往外推 你离婚 你走 我会照顾好妹妹 我不读高中也没关系 我不上大学也没关系 我被推出屋外 回头看见 小兰捂着小子的嘴 不让她哭出声 明明她自己的眼眶里 已经蓄满了眼泪 却紧紧咬着牙 不让他们留下来 轻飘飘的雪花 如锤子一样 砸在我脸上 我的心碎了一地 一遍遍告诉自己 就当为了两个孩子 再忍忍 再忍忍 其后一路送两个孩子 读了高中 念了大学 老太婆死了 我自己年纪也大了 越发没了离婚的心气 冷雨好像顺着皮肤 都钻进我骨头缝里去了 每寸骨头都像结了冰 额上湿漉漉的 分不清是水还是虚汗 我拖着三桶垃圾 走三步停两步 眼前全是雪花点 胸口像是有一面大鼓在雷 咚咚咚 我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坚持 把活干完的 到了租住的房子后 发现月建华 躺在沙发上 看跑得快回发 她瞪我一眼 臭婆娘 你在外面发什么骚 拖到现在才回 快点去搞饭吃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 都快饿死了 我很累 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 拖着虚浮的脚步去厨房 打开吊柜 去找小兰给我买的 恶椒粉 她在上海工作忙 脱不开身 我做手术她没回 给我打了四千块 又给我买了两盒恶椒 很贵 我之前舍不得吃 结果整个柜子都翻遍了 也没找到 我问月建华 你看到柜子里的恶椒了吗 她耿着脖子 目光闪躲 没看到 我从来不进厨房的 我心里生起不祥的预感 追问 是你拿了 我眼睛都急红了 那个是小兰买了 给我补身体的 八百多一盒 你知道价格的 你到底拿去给谁了 月建华眼珠子转了转 我拿去给刘梅了 我上次肾结石住院 多亏她帮我顶班 总得感谢下人家 我气得一口气 差点上不来 三个多月前 她肾结石发作 又住院了 其实三年前就做过一次手术 医生叮嘱她 一定要戒烟戒酒 但她就忍了一个月 之后每天还是要喝半斤酒 抽一包烟 结果又复发了 她住院那几天 我晚上靠在医院的椅子上 手一叶打个盹 天蒙蒙亮 就去扫两个人的街 出院后 她又在家躺了十天 要不是小兰打电话催她 她还能继续躺下去 那十几天活都是我干的 我点灯熬油 半条命都差点交代了 结果她现在说 刘梅帮她顶班 我提着一口气骂 她帮你顶个屁的班 月见华你 就是狗改不了吃食 一大把年纪还不安分 她也怒了 指着我鼻子吼道 周双你别满嘴喷粪 反正那东西你也不吃 我送人怎么了 那是给女人补气血的 你现在连女人都算不上 吃了也是浪费 我气得脑子嗡嗡的 扶着强停腹过于剧烈的心跳 想到这些年自己吃的苦 不由悲从中来 月见华一把挤开我 自己在厨房弄吃的 一边把锅碗敲得叮当响 一边骂 不知道取了你有什么用 饭吃不上热乎的 儿子也生不出 要是有儿子 现在就有儿媳妇 伺候你伺候我 要怪就怪你自己 肚子不争气 我那时要你继续生 你怕继生伴的人 抓你去打胎 打胎就打胎 村里那么多婆娘打胎 现在个个都好好的 我亲眼见过 被银产的八个月胎 五官很齐整 躺在满是血字的 红色脸盆里 因为痛苦 手脚不停地在颤抖 护士用塑料袋 套住孩子的头 扎紧 然后把它扔到垃圾桶里 那一幕深深刻在我脑海里 每每想起就心有余悸 根本没法接受再生一个 岳建华煎了三个鸡蛋 煮了满满一大碗面 一股脑全吃了 只留下一副满是油污的碗筷 堆在厨房的水池里 吃过饭后 他穿上鞋子就出门了 下午一般两点左右上工 他这回出门 又不知要去哪里混 我洗了个热水澡 吃了碗猪油热面 感觉整个人缓过来些 准备把堆成小山的脏衣服 扔去洗衣机洗下 想到岳建华的这几天种种 我把他的衣服挑出来 扔到旁边 让他自己洗去 结果 一板蓝色小药片 从他裤子口袋里掉了出来 药丸只剩下一颗 上面的字也瞧不清 隐约能看清 什么西地什么什么的 他最近病了 之前稍微有个头疼脑热 他都呼天喊地 恨不得在家躺上十天半个月 好把所有路上的活都扔给我去干 这次居然一反常态 一声不吭 我存了个心眼 把药片揣在兜里 我扫地的那条街上 正好有个药店 里面上班的姑娘 我都认识 瞅着店里没人的时候 我揣着药片就进去了 小雅看了看药丸 又看了看我 笑了 周姐 这你从哪弄来的呀 是我老公瞒着我在吃 这病主要是什么的 小雅笑得更厉害了 道 周姐 你们两夫妻这么大年纪了 还挺会生活 这是壮阳药 年纪带的人吃了 能进行性生活 小雅告诉我 这个药一般是二十片一盒 我今天在家里其他地方都翻过 并没有发现这个药 二十片 如今只余下这唯一的一片 其他的 肯定都被他吃了 吃了就得用 一年多前 我就绝经了 其后跟他就没有过那方面的亲密接触 他用到哪个女人身上去了 我手脚发抖 脸上的血色 退得干干净净 一刻也等不了 冲到江东路上 要去问个清楚 结果他不在 正好同事王姐路过 他瞄我一眼 你去刘梅那边看看 你男人最近总是无常帮他扫地 你男人不老实 周姐 你得好好管管 我蹬着自行车 到旭东南路 远远的就看见刘梅 正坐在银行门口树下的石墩子上 摇着扇子 喝着奶茶 而我的老公月建华 则挥舞着扫把 卖力地帮他扫着地上的落叶 经过他身边时 还拿手在刘梅的腰上 狠狠捏一把 惹得刘梅一边横他 一边学下蛋母鸡咯咯咯的笑 不肯帮我扫街 却有时间来讨好其他女人 我又是悲凉 又是生气 自行车踩得飞快 刘梅已经看到了我 她笑嘻嘻道 周姐 月哥真好 我这几天说骨头疼 她就帮我扫地 还给我买了两罐奶粉呢 真羡慕你 有这么体贴又赚钱的老公 我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月建华察觉不对 冲过去举起扫把对着我 周霜 你要发疯回家发 别在大街上丢人现眼 我深吸一口气 质问 刘梅 前段时间 我男人是不是拿两盒恶交给你了 是啊 刘梅朝月建华飞了个媚眼 她说我脸色不好 让我补补身体 所以我说你老公体贴吗 我气得脑袋都要裂开 那是我大女儿买给我补身体的 她没权利送人 那两盒东西要一千多 你最好拿来还给我 我死死盯着她 你想要吃想要喝 找你自己男人去 眼皮子这么浅 只知道惦记别人的东西 月建华一扫把砸到我身上 你个臭婆娘 你闭嘴 我们闹得动静不小 引来了路人围观 月建华怕丢脸 拽着我往家里走 走走走走 有什么话咱们回去说 我一把甩开她 把药片掏出来 甩在她脸上 指着刘梅问 你吃这个药 是不是用在她身上 一把年纪了 你也不怕把自己吃死 月建华脸轻一阵白一阵 恼羞成怒冲我嚷嚷 我就是用在她身上 那又怎么样 我自己赚钱 自己买药吃 你管得着吗 说着 她跟众人吆喝起来 她早就绝经 平时不让我碰 现在割了子宫 连个女人都算不上了 我是个正常男人 我有需求 总不能憋死吧 这时就是到了法院 我也有理 路人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我从来没想过 家里的私事 自己的病痛 会被她这样摊开在人前 我气得脑子嗡嗡的 用尽全力 一巴掌扇过去 啪 可惜我病后体虚 这一巴掌 没把她扇个倒栽葱 月建华气坏了 拳头朝我砸来 你个恶毒婆娘 反天了 竟然还敢打老子 我往后退了两步 本来可以躲开的 可偏偏流眉一挪 挡住了我的退路 她拉住我的胳膊 做事劝架 周姐 你有话好好说 怎么能跟自家男人动手呢 我被她挡住 月建华的拳头 于是狠狠砸在我胸口 痛 眼前发黑 耳朵失去听觉 这世上 怎么有这么恶毒 不要脸的男女啊 我的怒火烧到了极致 当下转身一把抱住流眉 顶着她往背后的树上 撞了过去 哪怕是脱层皮 我也不想 让这对狗男女好过 眼看着就要撞到树上 听到月建华发怒 又惊慌的吼叫 周双你赶紧给我停下来 流眉肚子里怀了我的儿子 我已经停不下来了 流眉还是撞到了树上 痛苦地捂住了肚子 月建华冲过来 一脚把我踹到一边 抱着她喊 小眉小眉 你没事吧 莫怕 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我想起生小子那回 那时没钱 生孩子去不了医院 都是靠自己 震痛很磨人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不停挨忧着 月建华很不耐烦地起身 吵死了 还让不让人睡觉 她抱起被子去了厢房 留我一个人 在暗夜里被震痛一次次侵袭 我望着远去的出租车 和月建华从未回头的背影 苦笑一声 我真该死 我当时应该生了小兰 抱着她直接走的 都是我自找的 一不错 不不错 真恨不得回到过去 狠狠抽自己几巴掌 打醒自己 月建华很生气 她给小兰和小子都打了电话 说她在医院 家里出了大事 让他们都务必回来一趟 两个孩子吓坏了 连夜赶回来 我们三人一起去了医院 眼前的一幕无比荒诞 月建华端着一碗粥正在喂刘梅 而刘梅的瘸子老公则搭拉着头坐在一边 见了我们母女三个 月建华把粥递给瘸子张 你来喂 然后她看着我说 还好孩子没事 不然你拿命都赔不了 小兰往前一步将我护在身后 冷笑 这就是你说的大事 月建华大言不惭 你要有弟弟了 月家要有根了 这当然是大事 但你妈没有分寸 差点把你递伤了 再者 你刘姨也有老公 让她给咱们生孩子 也要有点表示 她看向两个女儿 养你们到这么大 现在也该出力了 小兰姨会去帮你留姨 把医药费结一下 另外 你拿八万 小子你拿两万给你张书 就当是给弟弟的营养费 小子怒道 爸 你脑子烧坏了吧 胡说八道什么呀 小兰则要镇定许多 她嘴角勾着一丝笑 看向岳建华 只要十万块就够了 没有其他要求了 岳建华愣了下 跟刘梅对视一眼后 回道 当然还有 你弟生下来后 户口就落在你的名下 你现在是上海户口 她以后也就是上海娃娃 能在上海读书 更容易给岳家光宗耀祖 我肺都要气炸了 你把孩子落在小兰名下 她一个黄花大闺女 以后怎么结婚 怎么嫁人 你有没有为她想过 岳建华拍着桌子 我不管那么多 她能读大学 能在上海买房买车 难道不是靠我这个当爸的 供出来的 现在让她为弟弟 为岳家做点牺牲 那也是理所应当的 我早饭没吃 气得头一阵阵发晕 脚下一个亮墙 还好两个孩子 眼疾手快 一把将我扶住 才不至于摔倒在地 恰好这时 小兰点的肯德基外卖到了 肯德基在我们小县城 开了也有十来年了 但除了两个女儿给我买 我平时自己是 绝不舍得花这个钱的 小兰点了油条 粥 汉堡这些 袋子一打开 香气四溢 小兰拆开汉堡递给我 妈 你先吃点东西 刘梅眼珠子咕噜噜转 捏着嗓子 小兰 你弟弟也嘴馋了 汉堡要不给我吃吧 小兰含笑盯了刘梅一眼 你是谁家的猫狗 这么喜欢讨饭吃 讨完婀娇讨肯德基 是做了十八辈子乞丐吗 她说话笑盈盈 不疾不虚 刘梅却是脸色大变 像吃了苍蝇 她晃着月剑华胳膊 剑华 你听听你女儿说得多难听 我又不贪吃 是你儿子饿了 月剑华祸得一下站起来 伸手夺过我手里的汉堡 你个婆娘是饿死鬼投胎吗 跟一个孕妇抢吃的 眼看着那个汉堡 就要到刘梅手里 小兰开口 你要是敢给她吃 住院费我一分都不会给 月剑划手一顿 瞪眼 你敢 小兰笑了笑 钱在我口袋里 我有什么不敢的 不过你有补贴 有养老金 这住院费你自己也交得起 月剑华气的眼睛发红 却还是把汉堡扔回给我 她宽慰刘梅 那些都是垃圾食品 还是喝粥最健康 这粥是我从医院食堂 特意买的 小兰拍拍我 别急 你放心吃饭 我故意坐在刘梅隔壁的床上 大口大口吃汉堡 吃油条 吃得巴唧巴唧 刘梅脸都绿了 粥还没喝完 月剑华已经迫不及待 小兰 医院收费的也上班了 你现在去把钱结一下吧 我没钱 你刚才明明答应了 小兰凉嗖嗖看过去 我说你给她吃 我绝对不出 我没说你给我妈吃 我就出啊 月剑华勃然大怒 指着小兰的鼻子 你个小婊子 连你爹都敢耍 老子供你们姐妹上大学 你们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没良心的玩意 当初就应该把你扔粪坑里淹死 骂我就算了 骂我的孩子不行 我一把将两个孩子扒拉到身上 怒道 月剑华你要脸吗 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卖肥猪卖道股 拿钱给你做生意 你哪次不是赔本 小兰考上一中 眼看要开学 你偷了我好不容易凑齐的学费 去推排酒 输得干干净净 你知道我说了多少好话 求了多少人 才又凑齐那一千五百块 小子只考上二中 你不肯让他读 让他去打工 小子三岁那年 我生了一场重病 我还没死 你好黑得心肝 就让小子喊隔壁恐恐做妈妈 小子不懂事 被一个棒棒糖骗了 叫了那个女人吗 天知道我当时看到这一幕 心碎成什么样 我又伤又怒 你这个当爹不做人 凭什么指责孩子们没良心 岳建华恼羞成怒 伸手就要来推我 恰好这时护士推车进来了 他拉长脸 这是医院 要吵出去吵 五十来岁怀孕了 还不注意点 这孩子你们要还是不要 岳建华立马陪着笑脸 要要要 医生你一定好帮我好好保胎 他奉承 人家护士年轻漂亮工作好 屁股大将来一定能生儿子之类的 我听着又丢脸又尴尬 护士直接对他 要是生出的儿子都跟你这样 还不如不生 越见华屁都不敢放一个 他就这样 只敢在窝里横 到了外面 见谁都怂 我们趁着这个机会 出了医院 回去的路上 我不断诉说着 这些年岳建华的恶劣行径 小子一直在软语安慰 小兰则皱着眉 就是你一忍再忍 他才会这么嚣张 这一次 你总要跟他离婚了吧 离婚 我正了下 很不甘心呢 我陪他吃糠燕菜 包容他最差劲的那些年 现在两个孩子都大了 我们一起当还卫工 一个月工资 加上他的退伍军人补贴 和养老保险 能有万来块钱的收入 还记得两个孩子 都念书那些年 我连一块钱的榨菜 都不舍得买 好不容易日子好过了 他却要把这钱 全花在野女人的身上 凭什么 真是咽不下这口气 除此之外 我看了小子一眼 你年底就要结婚 我这时候 要是跟你爸闹离婚 会不会让你婆家 看不起你 已经到出租屋了 小子接过钥匙开门 没有应声 小蓝蓬的一下 把门关上 声音抬高八度 一个那样的垃圾 有什么舍不得扔的 不用担心钱的是 你可以跟我去上海 那里机会很多 哪怕你不工作 我也能养活你 你为这个考虑 为那个考虑 你有没有好好 为自己考虑 妈 你还不到六十 你的人生 还有二三十年好活 难道你就不想活得自在点 我瞟了小子一眼 犹豫不决 小蓝满是失望 你要是还不想离婚 以后再被人 骑在头上拉屎 也是自找的 别再跟我诉苦 两姐妹从小性格迥异 小蓝脾气火爆 六七岁时就知道挡在我面前 跟欺负我的老太婆对骂 而小子则要软和许多 遇事总拿不定主意 受了委屈就爱哭 我那那道 小蓝 你 你让妈再考虑考虑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时候 孩子们怕我 如今我年纪大了 倒是有些怕孩子们了 小蓝叹口气 家里的卡还在你这把 先去把里面的钱取出来 以防万一吧 我拿着储蓄卡到银行 输入密码查询余额 数字弹出来时 我脑子轰得一下炸了 半年前 小子要买婚房 当年小蓝买房 我没帮什么 现在我有工作了 自然要给小子出份力 所以我取了八万给她 还剩下八万 是我留着养老应急的 可现在 只剩下五十八块四毛 我反反复复查了三遍 五十八点四 这个数字 就像是一把刀 戳在我眼睛里 小蓝带我去柜台 拉单子 原来就在我取了钱 给小子后不久 剩下的钱 就被分四次取走了 八万 我不吃不喝得两年 才能存到 我气得手一直在抖 冲去医院找月建华 撞见她正在买烤鸭 我曾经想买个鸭腿 尝尝鲜 被她狠狠骂一顿 你钱烧得慌 这玩意多贵 可现在 她买了一整只烤鸭 想必是去讨好刘梅吧 面对我的质问 她言辞正正 是我取了 一共十六万的存款 你那八万给小子买房子 我那八万我自己拿着 我才不像你这个蠢婆娘 养他们到那么大 不收点养老费就算了 还要往外贴钱 我哑着嗓子吼 他们也是你女儿 有个屁用 他们将来的儿子也不姓月 她毫无愧色 钱我都花完了 一分都不剩了 她的嘴叠叠不休 还在说着骂人的话 骂完我骂小兰 骂完小兰骂小子 说他们俩没良心不孝顺 养了两条白眼狼 还趁小子不注意 甩了她一巴掌 路人纷纷围观 像是在看猴戏 我耳朵一片嗡鸣 世界在这一瞬间 失去了声音 天气阴沉沉的 眼前的一切都灰蒙蒙一片 我看到小兰将小子护在身后 气红了眼 不住回嘴 拳头捏得紧紧的 我看到小子脸通红一片 眼眶湿漉漉的 被过脸用手擦了擦眼角 我看到看热闹的人 对着两个孩子指指点点 够了 真的受够了 我冲过去用尽全力 一巴掌甩在月健华的脸上 姓月的 闭上你的臭嘴 老娘不跟你过了 我要跟你离婚 真奇怪啊 说完这句话以后 我感觉胸口一松 像是一直压着我的那块石头 挪开了一样 月健华先是一正 旋即哈哈大笑 离就离 八步的 老子每个月一千块的退伍补贴 两千的养老金 还有三四千的工资 你每个月就能拿三千块工资 离婚 吃亏的是你 你个恶婆娘都六十岁了 以为你自己还能找到像我这么好的老公吗 小兰往前一步 既然这样 现在就去离 我还想把那八万块追回来 可是两个孩子说 只要能尽快摆脱这不幸的婚姻 那八万块就当喂狗了 那是二零二零年 还没有离婚 冷静七亿说 到了民政局签字时 岳建华却有点迟疑了 老家的房子我不会给你的 你一个外地婆娘 离婚了也回不了娘家 以后无家可归 小子年底要结婚 你不怕亲家看笑话 只要你能帮着带刘梅的儿子 我就不跟你离婚 总有你一口饭吃 要是杀人不犯法 我现在估计一刀捅死他了 我冷冷看着他 你不敢离了 同床共枕几十年 我太了解他 他受不得机 果然 他脖子一梗 我有什么不敢的 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从民政局出来 我抬头看天 日光在乌云背后突围 给他们镶上了一层金边 岳建华吐了口坛在地上 用脚撵了撵 嘲笑我 臭婆娘 你没房子 娘家又回不去 我倒要看看 你能过什么日子 回出租屋的路上 我拉住小子的手 愧疚开口 妈妈实在一天都忍不了 希望不要影响到你结婚 小子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已经跟文成说过了 他不在意的 妈 以前你是我跟姐姐的依靠 以后 就让我跟姐姐当你的依靠 这一刻 太阳从厚厚云层下探出头 万丈日光 洒落在我们母女三人身上 我身无分文 可我有两个争气的女儿 未来 一切都会好的吧 到家时 房东已经等在门口了 这房子本来就是小兰给我们租的 房租也一直都是她在付 现在她联系房东 准备退租 我们三个迅速把东西整理了一下 至于月建华的 直接给她用烂毯子一包 全部扔门口 垃圾堆 晚上十点多 月建华进不去房间 给我打电话 可我那会已经在酒店公寓睡着了 没接到 她发了一堆微信语音来骂我 我还没听完 小兰抢过手机 直接把她拉黑 离婚了 班还是要上的 结果正扫着接 张经理给我打了个电话 兰姐 真是不好意思 公司现在要精减人数 你一会来办个离职手续吧 小兰陪我去办手续时 月建华也在 你敢让我没地方住 我就让你没工作 你现在知道没了我 没了男人 你狗屁都不是了吧 张经理是月建华的战友 小地方是人情社会 也是因为这层关系 我们才能有这份工作 但这两年多来 我深知机会难得 所以工作上从来都是尽心尽力 张经理本来只想结算这个月的工资 但小兰据理力争 说她不按规定签合同 不给我们缴纳社保违法 而且公司肯定还偷税漏税 张经理气得不行 但还是另外补了我三个月的工资 要不还是说得读书 我没读书就不知道有这些条条框框 可以为自己争取利益 我们从公司离开时 月建华还追出来嘲讽我 拿点补贴有什么用 做吃山空 你看我 凭我和老张的关系 我可以跟刘梅在这公司 想干多久就多久 小兰笑了 三千块的工作 这么有优越感 广你干一辈子可不行 祝你儿子孙子也继承衣钵 将这工作代代传承 月建华脸都气绿了 嘴里不住骂着臭婆娘烂货之类的话 还一度想动手 回去的路上 小兰全程皱着眉 到了酒店房间 她问 妈 你想不想让他们两个也丢了工作 有法子 有 小兰勾了点笑意 就是得脸皮厚点 对付无耻的人 要比他们更无耻 当晚 小兰就出去捣固了 带回了几面旗子 叮嘱了我一番 我习惯早起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 举着旗子 就去了月建华扫地的街道 小城的人醒得早 加上附近又有个大菜场 六七点人正是热闹 我骑着小兰租来的电瓶车 车上插着旗子 上面写着老当义壮 六十岁婚赖播种 穷且无耻 转财产欺瞒原配 车头挂着个喇叭 反复播放着月建华的光荣事迹 我就骑着电瓶车 追着月建华的屁股后面跑 她恼羞成怒 拿扫把想打我 没用 电瓶车速度快 她追不上我 没一会功夫 就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 大家对着月建华指指点点 还有人拿出手机拍视频 六十多岁还不安分 男人就这样 只有变成相片挂在墙上 才安分 一个环卫工 还婚内出轨 找人生儿子 谁来给她养大 想要女儿养 真是不做人 瓜子壳 香蕉皮 塑料袋 扔得到处都是 月建华气不过 不断用脏话骂我 路人看不下去了 你要脸部 自己出去乱搞 还来骂老婆 祖宗十八代的脸 都被你丢光了 一张嘴敌不过众人 她败下阵来 街上被丢了更多瓜子皮 看着她忍着怒气 还得弯腰 扫那些骂她的人 丢下的垃圾 真的好爽 到了下午两点多 我又骑到 刘美嫂的那条街 老娘们身体还挺好 已经出院了 拿着扫把 在应付差事 我抽出另外一面 棋子插上 老棒寒猪 可喜可贺 为我前夫 开之散叶 照样是大喇叭 循环播放 刘美的英勇事迹 如何不顾世俗的眼光 不顾自己已婚的身份 坚定地选择了月见华 如何不顾自己年老的身体 还要为真爱生一个儿子 来继承还卫宫的皇位 简直是赶天动地 刘美扫得一张脸通红 四处躲 我就骑着电瓶车 追着他喊 他受不了 报警了 可警察来了 也只是走个过场 我又没动他 一根手指头 还能把我抓走不成 年轻的女警更是直言 你不去破坏人家庭 人也不会来 盯着你找麻烦 围观群众 也纷纷吐唾沫 自己干那不要脸的事 还有本事报警 我要是你 趁早一根绳子 把自己吊死 几十岁了还这么骚 骨头轻得 怕是没有二两重吧 刘美搅着衣角 无法反驳 只能恨恨盯我 除此之外 小兰还有一手 她租了个广告车 就是那种带屏幕带音响 拨着某某商场开业 大筹宾那种车 瘸子张在一个场里当保安 她就把车停在场子对面 屏幕上循环播放标语 感恩张书 不具绿帽 十万戒期 配种成功 为我天地 震天响的喇叭 则用欢快无比的语气 把这件事原原本本描述一遍 午休的时候 几乎所有员工 都出来看热闹了 还有人打去 瘸子张 你老婆五十了还能生 外借一次十万 你这买卖不亏呀 让她再多生几个 一套房都出来了 瘸子张脸清一阵白一阵 骑着小电驴提前下班了 车子租了一天 也不能浪费 小兰让司机开着车环程 绕了一圈 小县城就这么大 一时间 月建华 刘梅和瘸子 张成了风云人物 打开抖音刷本地 十个有五个 里面是相关的视频 有很多人还特意跑去 三人上班的地方去围观 一是看奇葩 二是凑热闹 也发个视频 也不用我再骑着车 追这对狗男女 看热闹的人 已经能用唾沫星子 把他们淹死了 月建华气的够呛 给我打电话 周双你是疯了吧 要是小梅肚子里的儿子 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完 我气定神闲 我好怕呀 我们离婚了 孩子们长大了 我工作也没了 你现在用什么拿捏我呢 月建华被噎住 好半天才到 老子拼了老命 跟你同归于尽 小子有点害怕了 妈 爸爸不会真的发神经吧 我摇摇头 不会的 这么多年 他只要一有头疼脑热 借钱也要看医生 这么惜命的人 才舍不得死呢 事情发酵了好多天 环卫公司也成了重视之地 天天一堆男男女女 站在门口议论 对着张经理指着点点 一周后 张经理扛不住压力 把月建华和刘梅 一起解雇了 没过两天 张瘸子也被公司辞退了 也就是那天傍晚 小兰带我去买水果 撞见了月建华和刘梅 刘梅闹着 要吃二十一斤的阳光玫瑰 月建华道 这有什么好吃的 就吃本地葡萄 五块钱一斤 又便宜又好吃 我们现在都没工作了 钱还是要省着点 结账的时候 他让收银员 拿了两包二十一包的力群 你看 自私的男人 其实永远都不会改变 小兰挑了一串阳光玫瑰 又不顾我劝阻 买了个榴莲 结账时 我笑嘻嘻 看着目光愿毒的刘梅 让老月给你买贵的呀 他自己抽二十一包的 烟不眨眼 给你买葡萄 就抠抠嗖嗖啊 他每个月 部队补贴有一千 养老保险两千多 这都是钱呢 对了 他上次还从卡里取走了八万块 你知道不 刘梅的眼睛瞪得像同龄 发出一声河东失恐 好你个月建华 我还怀着你的儿子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你不是说你没钱了吗 月建华气得半死 想要来找我理论 可刘梅紧紧地拽住他纠缠不休 他抽不开身 我们离开水果店时 听得他在安抚刘梅 那八万块 不是给了张瘸子三万吗 剩下五万 是留给咱儿子的 好了好了 今天养老保险的钱 应该打了 我一会取了 给你买好吃的 我只觉得好笑 人的底线 有时候真的低到可怕 为了三万块 张瘸子可以任由自己老婆 跟其他男人鬼混 为了月建华一点点甜头 刘梅可以肆无忌惮地 破坏其他人的家庭 我也没好到哪里去 为了表面的和谐 居然跟那个渣男 耗了这么多年 回去的路上 我愤愤地对小兰说 我当时就不该同意 你拿十万给他买养老保险 白白便宜他了 前几年县里有政策 可以一次性补缴十几万 到了年龄 就能领养老金 退伍兵的话 还能少交点钱 当时小子大学刚毕业没钱 小兰经济也紧张 我想就算了 可月建华不顾我反对 天天给小兰打电话 要他掏钱 还说什么 有了这个保障 以后老了 就不用他们姐妹负责 说不买就是不笑 最后小兰还是办妥了这事 现在想想 肠子都毁清了 小兰笑了笑 我其实没给他买 啊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 月建华的电话 打到了小兰的手机上 他气急败坏 月兰 昨天养老保险的钱没到账 我那些战友都到了 我刚才去社保中心查 他们说我根本没买养老保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兰气定神闲 就是没买呗 之前每个月按时到账的钱 都是我给你打的 这是我给妈妈的孝敬钱 现在你们离婚了 这钱我就不打了 直接给妈妈 月建华一口气 差点没上来 那么好的机会 你凭什么不买 你还骗我说买了 你个小婊子 良心被狗吃了 我现在工作没了 养老保险也没了 你让我怎么活 怎么养你弟弟 小兰神色冷淡 那时我跟你说过 我的钱刚投完新公司 身上没钱 你跟我说 让我去卖去偷去抢 或者把公司卖了 也要把这钱凑上 我读高中的时候 你偷我的生活费去打麻将 输得干干净净 大学的时候 妈妈要你给我打生活费 一千块你只给我三百 剩下七百都自己扣了 这些时候 你怎么没想过我怎么活 没了工作 没了养老保险 月建华每个月 就一千来块的退伍兵补贴 他如果回乡下砖头房 自己种点菜 这点钱也就刚好饿不死 要是继续在城里待着 租完房子 就只能喝白粥吃咸菜 一夜之间跌落谷底 想必滋味很不好受 可他仍然不知悔改 我管你怎么活 女儿孝顺 老子是天经地义的 小兰笑了笑 你去法院起诉吧 到时候 判我一个月八百还是一千 我会按时付的 我明天就要带妈妈去上海了 以后你就好好养儿子 等他长大孝顺你吧 说完 他挂断了电话 当晚 以前同事王姐跟我联系 小双 月建华今天打电话 问我知不知道 小子在哪里上班 说要去找他领导 要个说法 我哪里知道 小子在哪里上班 你们要小心点哦 小子就在省城上班 之前也是跟他说过单位的 可他只关心他一个月 能拿多少钱 给他买多少烟酒 哪里会关心单位具体在哪里 工作顺不顺利 不过我还是赶紧给小子打了个电话 半妥离婚后 他还有事要处理 所以前两天已经回省城了 小子宽慰我 别担心 妈 我这次提前回来 就是因为换了一份新工作 不好长时间请假 他找不到我的 就算知道我在哪里工作 没有工作证 他也进不来这个楼 第二天一早 小兰就带我一起去了上海 半个月后 王姐又来跟我八卦了 说岳建华跟刘梅大吵一架 不得不拿出两万块来哄他 他被刘梅逼得四处去找工作 但这把年纪 当保安都有点嫌大 刘梅觉得保安不赚钱 让岳建华去工地上干活 这么热的天 从头到尾干一天小工 两百块 累得他跟狗一样 刘梅他老公也没上班 都靠岳建华养着呢 我那天碰到他 差点没认出来 瘦了一大圈 精气神也没了 真是恶人自有恶人魔 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是给小兰小区的一个业主 当全职保姆 那会正是疫情期间 他家原本的保姆 被困在老家出不来 恰好我就接上了班 早上八点半上班 晚上六点半下班 一周工作六天 八千块工资 试用一个月后 主家还给我买了好几样保险 工作也不累 打扫卫生做饭 再帮着搭把手带孩子 下了班 几步路就到了小兰家 比当环卫工的时候轻松多了 王姐得之后羡慕得不行 还是外面机会多 我要不是为了儿子孙子 我也想出去看看 大城市是很好 楼很高 街道也很宽 很少有人乱丢垃圾 在这里做环卫工 应该比老家要轻松吧 有假期时 小兰就带我四处转 去了外滩 看了东方明珠 去动物园 看到了真正的狮子 老虎 企鹅 熊猫 去海洋馆 看了鲸鱼 鲨鱼 海豚 水母 去欢乐谷 看小兰在木制的过山车上 尖叫不止 我还是很心疼门票钱 也极少在景区里买吃的 那天从海洋馆出来 小兰开车 带我去了滴水湖 夕阳正在落幕 万丈金光 摇碎在满池湖水之中 波光淋淋 我们在湖边坐下 我念叨着小兰又乱花钱 她将头枕 在我肩膀上 轻轻说 一把年纪了 一个月赚八千 对自己好一点 妈妈 记得我小时候 家里很穷 有一次在集市上 看中一条裙子 十五块钱 你犹豫了很久 还是给我买了 我记得那钱 你本来要给自己买双鞋的 妈妈 我现在有钱了 让我带你吃好喝好 让我带你看世间大好繁华 我感觉肩膀上有点湿热 听得她说 妈妈 我能承担的 你就放宽心 让我好好孝顺你 好吗 晚霞如红色的海浪 一直蔓延到太阳消失的尽头 我点点头 好 我知道了 后继王姐按捺不住 在某天向月建华展示了我的朋友圈 里面都是小兰带着我去不同地方吃喝玩乐的照片 月建华听说我一个月工资八千 活还很轻松 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当着王姐的面说 那个婆娘没读过几年书 不认识几个字 凭什么赚这么多钱 不过没两天 她就用工友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刘梅那个婆娘管得太紧了 我现在身上抽烟的钱都没有 早上想在外面吃碗盖麻粉都吃不起 小双 还是你好 一日敷七百日恩 你借几千块给我花花行步 笑死个人 一分都没有 我直接把电话挂了 她又用另外工友的微信加了我 还把每一条朋友圈都点赞 下面评论 小双 我是建华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我直接一个截图发给王姐 让她转发给刘梅 好家伙 听说月建华脸都被抓了好几个道子 到了年底 法院的传票寄给了小兰 月建华还是去起诉了 最终判了每个月 小兰和小子一人给八百生活费 以后随着情况再上调 但是这钱也是落不到月建华手里 刘梅五十岁老棒寒朱 危险系数极高 医生建议她拿掉 但月建华死活不肯呢 为了保住这个孩子 她不得不一次次让步 最终剩下的五万 也陆陆续续被刘梅掏空 年底 小子结婚了 夫妻俩思想心潮 加上口罩的缘故 没有大肆操办 就请了两桌特别亲近的亲戚 一起吃了个饭 压根就没通知月建华 过完年 主家给我涨了五百的工资 二月底 刘梅早产了 王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嘖嘖称奇 那小孩戏得跟个喉一样 的确是个儿子 我笑了笑 那月建华如愿了 如愿个屁 就算戏胳膊戏腿的 这一看眉眼 跟张瘸子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嗯 王姐嘖嘖道 月建华辛辛苦苦忙活一年 搭了这么多钱才进去 还帮别人养老公 没想到这孩子是张瘸子的 你是不晓得 他当时在医院使劲地摇流眉 问这是怎么回事 像疯了一样 还跟张瘸子在医院打了一架 打输了 心心念念的皇位继承人 居然是别人的儿子 花出去的钱 费的心思 是怎么都收不回来了 打架都打输了 想想那个画面 我都觉得浑身舒畅 这就是因果轮回 报应不爽 王姐感慨道 刘梅这么大年纪 还非要生这个孩子 生完之后大出血 现医院没办法 把她子宫割了 她叨叨着 还记得那时候她说 你没了子宫不是女人 现在轮到她自己了 听说她女儿 本来跟她关系就不好 现在生了这儿子 跟他们夫妻直接决裂了 都是自找的 人在做天在看 这戏是一出接一出 我们这群老伙计 天天在吃瓜 岳建华大病一场 想要小兰和小子回去 小兰没搭理 小子还是去走了个过场 交了点医药费 说是法律规定 逃不掉的 在病房里 小子给我打了个视频 岳建华形容哭稿 像个七八十的老头了 他对着镜头 一把鼻涕一把泪 小双 我知道错了 这世上还是只有你对我好 你回来吧 回来我们复婚 为了两个孩子 咱们好好过 我以后再也不嫌弃你了 多年以前 他经常这么说 为了两个孩子 其实 一直都只有 我在为了两个孩子而已 不过现在 孩子们都大了 有了自己的生活 我也该自由了 我狠狠到 滚 我现在很嫌弃你 从今往后 你就一个人吃喝拉撒睡 一个人等死去吧 挂断视频 窗外飞过一只鸟 不知是什么品种 但他一会翱翔 一会俯冲 发出清脆的鸣叫 我朝他啾啾啾啾几声 他偏过头看了我一眼 展开双翼 飞向更高远的蓝天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再次送你 让我们下期订阅 我们下期订阅 我们下期订阅 我们下期订阅